麻煩你 其實呢 是真的有隱瞞 的成分在這裡 因為我們一起了之後 然後問起他 他才會 然後 接下來 我會拒絕 可能比較幼稚的人 其實是對的 第一我是不喜歡 各位 攜維二九號外版 2022年April 和May的塔尖暖南星座 雲世來到Part 4 of 11了 首先提醒各位 人士麻煩一定要 全世界都看了Part 1先因為Part 1講的 是全人類都會用的 但這次Part 4 就只有五類人 是適用的 是哪五類人呢 第一 如果 角下本命星盤 即是Birth chart 裡面的上升星座 是在水平座的20度 至29度 第二類人 如果 角下的Birth chart 有大量的星 都徘徊在 雙魚座的10度 或者附近 第三類 如果角下找我做過 Personalized的算命Service 而我提過 在你的太陽上升星座之外 麻煩都記得看雙魚座 第四 如果你的太陽星座 是雙魚座 最後 第五 如果角下的上升星座是雙魚座 什麼叫上升星座呢 即是你出生的那一刻 東方地平線和黃道交界處 升起的第一個星座就是雙魚座 但至於你怎樣去找回自己的上升星座 或者甚至如果你連自己的太陽星座都不知道是什麼 如果要按摩的話 其實我以前是有 出過片去教過的 那 這條片的link 我會放在 那條片的link 會放在這條片的 video description裡面 麻煩你自己去找 或者我在螢光幕右上角的Q卡 都會展示給大家看 OK 雙魚座 來到西歷的April 尾 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很大機會 會做手術 或者其他入侵性的治療 即是就算不做手術 都可能會去洗牙 剝牙 這些小手術 或者去做矯視 或者去切蚊帳 其實那些都是手術 但只不過大小之分 但都還有一種 例如如果你去做針灸 針灸當然不算是手術 但也會有一些入侵性的東西 大家明白 或者 我當你終於 最後都是放棄 放棄堅持 你最後都是去打針 即是你知道哪種的針 那這種當然都算是入侵性的治療 這個世界上 急的話 當然病向淺中醫 雖然我是做完學 但我都非常之尊重科學 不過我想說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有事 尤其是這些很重要的手術 最好透過懸學去做摘衣 例如我的Service Boy 會安排一些 就事問事很快的摘衣 但在基本上我都會勸大家 是趁四月中後才去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我要經常去講April呢? 我明明講了四月又改口講April呢? 你看看Part1就會明白 好 這樣呢 雙魚座 你們真的很好運 我很替你們高興 我經常都說 今年是超級雙魚年 木海的能量都最小在雙魚座 何況在四月十二-十三日 就發生這個千載難逢的木海合與雙魚座 木海合每逢十三年都會發生一次 但要合在雙魚座是一件大件事 為什麼雙魚座會特別大件事呢? 其實我以前講過 我在2022預言一連五輯的Part2 of 5說過 然後就是在今次這個塔天暖藍 即星座運勢特別 即這個攜維29號外版的Part1 我又是講過有什麼這麼厲害的 當木海合發生在雙魚座 OK? 那對於這條片要聽的五類朋友 即是叫雙魚朋友 我想說你們是 其實是一段日子 但在未來的將來 仍然會保持著很藝術 有很多的創作 很多的靈感 或者是你們會做一些媒體的東西 或者是畫畫 或者是 就算你是真的畫 或者是用Digital OK? 都沒有問題的 特別特別 如果你做這些事情 是為了一些慈善 Charity的東西 那我忽然之間其實想起 大家記不記得 很久以前我曾經 美國那個契妹是在美國發生車禍的 OK? 然後她是相遇了的 然後她康復了 然後她現在一直就是為了 那些康復的病友的協會 就經常做很多的慈善活動 那她也是透過藝術去做這些事情 哇這整件事是 幾應驗在她身上 那我也想多謝大家 那我契妹現在那個 身體非常之健康 多謝大家以前的關心和祝福 好啦 那我想說 這件事其實也不是說 現在April才開始 其實早於March 我想好像是3rd of March 那時候火星就進入了水瓶座 就是相遇朋友的理論上的十二功 其實這個十二功 就是講一些靈感 突如其來的直覺 一些創作的衝動 再加上今年整個超級相遇年 沈默木海都在相遇座 就是相遇朋友的一功 那這個火十二功 然後這些超級相遇能量響一功 一功加上就是說 你們那些靈感真的 砰砰砰砰 發生什麼事 很多的想像力 很多的豐富 令到你們 說那個文學 藝術 那一種的熱切 那一種衝動 是超級無敵版版的聲音 而搬隨著 這個木海合相遇座 在4月12.13日到 嘩 在 最厲害的話 長達 其實不是單止這個2022的April和May 你知不知道長達是多少年 是多少年計 是13年 我沒有說錯 你沒有聽錯 13年 13年 你們的創作 你們是可以做出很多 舉世的 經世 抗世 傑作 藝術創舉 OK 還有整體上 我想說 你們的健康 你們的愛情 很多的事業 接下來都會很開心很開心的 還有呢 咦 都可以有一些斬获 一些錢財上的斬获 OK 那我們多得這個 April頭的 白羊座生月 發生在你們的義工 其實是說 咦 最早在April頭的開始 你們都可以開始賺到很多的錢 而 有些像 我們上上的片 哪一條片呢 不記得了 總之我們之前說的天蠍朋友的片 我們之前有條片是講天蠍朋友的 不記得了是part2還是part3 是的 隨便 那 有些像他們 如果你們接下來是賺到錢 是透過工作 那你們做的工作呢 都可能是一些很特別的工作 是一些要你們去做開放牛 一些沒有人接觸過的公眾 OK 不過呢 又有一個可能就是說 啊 相遇你們終於可以叫做以日代勞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接下來收到的錢呢 可能不是透過你們接下來需要去做工作 而是說 Based on 一些你們以往的efforts 我當你以前 Let's say 你以前畫了一些畫作 那你以前也是辛苦了 那原來現在終於有人買了 OK 所以呢 你接下來 你賺到錢 那個財 那個Income source 就是這個 進來的Income 跟天蠍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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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可能都是一些比較新穎的工種 一些行業 但是不像的地方 就是說 可能你們是可以 很舒服地 真的叫做 只是收錢 而不用做事 因為 你以前已經做了事 OK 那所以 是不是很開心啊 我很替相遇朋友 開心啊 就是這條片要聽的那個五類朋友 OK 還有呢 就算你在四月頭 開始到Right now 你聽到這條片的這一刻 你還沒賺到錢 那不要緊 再等下 下一個 會爆的 即是爆這些 HAPPY NEWS的日子 是5月10號 MAY 10號 那你們也可以美麗在望 保持一個 落空的心態 對了 那接下來就 恭喜你們了